我字幕志愿 哈啰,Aty幕志愿 欢迎来到小哥的反应视频 今天小哥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华春宇在2019年的 明日里面的简介的视频 那这个就叫做 闪光记华春宇Card 那我们就先来一起 回味一下当初明日的那种感觉 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多都已经忘记了 没关系 所以我們現在來一起回味一下 好不好 OK 開始啊 哇 一進來就是 剛剛那種感覺真的有一點點的模糊了 你知道嗎 這麼高 收這麼多個調 來 重新來 你們不用買 來 不用買 金金 金金 弄一下設計一下 他好冷的呢 你現在是 是吧 跟他同 同度呢 就是我不要轉那個 對 你看 對 越輕一點就好 OK 看金子 右 左 右 右 左 右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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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腳 對 點腳 左腳 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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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 左邊 右邊 右手 他在 他在 他在後面完全 沒有受到影響 5 跳你這個地方 5 6 7 8 他也沒有注意到 通常這樣你都會觀看說 我想讓你跟他一起 對面是在幹嘛 這樣會注意仔細看 他不是 他是非常認真還在他肩盤上面這樣 4倍 4倍 這個選手 我有講過當初還蠻喜歡的 整個人的個性 我不想按照 一夜一夜不放 一夜一夜不放 陪伴孤獨的人 一夜一夜不放 一夜一夜不放 他經歷過的事 那如果你要用這個拍子的話 就把過的 過的要突出一點 他經歷過的事 他選擇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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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那個手勢是 他覺得趕快拉回來的意思嗎 什麼聲音 OK 繼續 他其實每一個字都有表情的 靈魂的手 能 手 瞬間 他那個聲音是不用麥克風的 對 靈魂的手 開成瞬間 能解釋萬顆星 面對那些 無法形容的表情 有餐飲我不想要這個餐飲 我怕自己餐飲就會顯得油 對那些 對那些 無法形容的表情 一點點就夠了 一點點就夠了 好一些 就這個意思 非常好 是嗎 非常好 我覺得沒什麼要 我有一個地方 我跟他們商討一下下 非常好聽啊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最後一段的時候 我們兩個人是和聲的 對不對 第二次的時候 你們兩個人和聲了嗎 我看你也張口 但是 我們是高低吧 高低 但是是同時唱 對不對 第一次是你唱的 與你和我 與你 然後第二次是 蔡惠澤唱的主旋律 你要不要那個地方是 哼 他這樣與你的時候 你再來與你 有個延遲的效果 與你 他是唱延遲的嗎 他唱延遲嗎 是 沒有延遲是嗎 最後兩個和我 是 與你拿一起和我 對 那對的 那沒有問題 非常好 謝謝 很棒 這個歌 嗯 有一些些 兩個人各自唱的都沒有問題 奇怪 這段單名字怎麼沒有看過呢 就是 say some day I'm giving up on you 有時候 如果那個 有時候那個 U還是長 有時候是短的 因為他是主 vocal 你是唱和音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住 他什麼時候斷 要貼著他 你就要貼著他 跟他同時斷 一定要很吻合 就是 呃 我們可以各自有自己那個feel的東西 但是 這個可以放在後面 沒關係 但是前面 一定要 特別精準的和拍 嗯 對 你們兩個要特別和 然後就是 呃 你啊 男生啊 他看著你那麼深情 可深情地看著了 你是 很佛系 在那裡 是在這邊和那邊的時候 不過你們兩個面對面的時候 嗯 對 你要知道就是這個歌詞 講的是你再不說點什麼 我就要失去你了 嗯 對 就是 就是 那一刻 你不是佛系的 你都要失去他了 你還那麼佛 你走吧 我建議你可以這樣 就是 眼神 嗯 然後看著對方 我們我們再來一次 然後可能得花點時間來去 對這個 他穿這個衣服很帥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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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飄的感覺 但我覺得冯夕要唱這個歌 其實還挺合適的 嗯 挺好聽的 他這個歌要必須要調一些音效 嗯 我去跟音效老師溝通了一下 阿堯老師啊 他這很仔細呢 幫學員弄東西的時候 每一個都 我還用 想幫你們做一些那種 音效啊 現在回想已經很大了 其實 你剛剛好喝 二哥下來了 我覺得挺好的 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問題 就是 配合也挺好的 明天只要也能發揮出 像剛剛最後一遍那個效果 就沒有問題 對 對 如果說那個結尾 我們溝通一下 就是那個 做很多很多的延避的效果 會不會好 對 我之前就想要後面有這種 是那種錯亂的那種 還是說是很整齊 我想要錯亂 錯亂的 就是等於是 你唱一下 對 就是 後面好多次 全都疊在 如果全錯的話 那個旋律一旦有清晰的話 就會很混亂 就很亂很亂很亂 你還是說稍微提一點點 我覺得 就是有那種 不只是一層疊在下面 就有很多層 OK 對 也行 那只能通過音高來去做 做低八高八這樣的 OK的 我去跟何少時商量一下 應該是沒有別的問題 明天就這樣 真的是 謝謝 很貼心我覺得 就這樣結束 我還沒看夠呢 好啦 沒關係啦 好的各位 剛剛那個真的是不知不覺 七八分鐘就這樣過去 真的是 很有趣的 我覺得這個視頻簡介的 我覺得 讓我回味了非常多 那種明日那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我這個有很多都沒有看過 不知道是我錯過嗎 不對啊 明日我每一集我都有看了 怎麼好像漏掉這個 還是這個是有特別播出之類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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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是那種 嗯 搶先看的那種 視頻喔 我真的不知道沒有看過 但是沒關係 這次竟然讓我看 就是他真的是很 貼心的一個導師喔 我很少看到導師是 這麼的用心跟學員這樣 一個一個這樣 教導然後 跟他們討論他們的作品 然後又非常的 鼓勵他們 然後又不會說 講話 可能 語氣都會比較重啊 因為你知道 當導師 下來那個學員 不是只有一個 一下來可能 他就要整天坐在那裡 啊 學員可能就是彩排一兩次 你就可以下課然後 就可以回家休息 會 幹嘛幹嘛的 啊 但是當導師的 你就會一直坐在那裡 你會重複聽很多種的音樂 你會很煩躁 非常非常的煩躁 雖然我不是導師 但是我覺得 我能體驗到那種 當導師那種感覺 那當然 一兩個學員 你當然覺得還好 這個不是什麼問題 那當然你都 面對了十個 七八個以上的學員 你一 就重複聽他的問題的時候 你會越來越來越煩躁 因為你重複發生問題的時候 你剛開始都會覺得 啊 這個再會點一下 再會這邊講一下 然後叫他們改一下 當你重複這個問題 一直出現的時候 你會開始越來越來不耐煩 有會覺得 唉 真的很累 為什麼都講不聽 心裡有這種感覺 那當然 久了你就會 呈現出來在你的臉上 但是 從頭到尾你看到大哥的臉 是沒有變 他是 很認真很用心 然後就是很貼心的幫學員 找出他每一個的問題 然後他又很尊重學員 想要自己的想法啊 他想要表達的東西這樣 他就很願意去聽 學員想要的什麼 然後學員講出來的時候 他稍微跟他講說 可能這邊 不能要改了一下 這可能就比較好 但是還是一樣會採用 學員想要惹東西 這一點導師很貼心 講真的 然後 他今天的 彩排那個 當導師的服飾很帥 我很喜歡那種 他穿起來有一種飄飄的感覺 感覺就很舒服 好 那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掰掰